国企 央企 甚至你跟外企 你都不是平等的 就所有设计到民营企业 门槛都抬起来了 就是他这种制度设计 所有的部门到了民企 他马上就会变个脸 比如他到国企 他也不会吃拿卡药 那么他到了民企 一定是吃拿卡药 所以这个一个就是共产党 他的税特别重 特别高 重复收税 这些税多到 就是如果你要是 他这个税收制度设置的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漏税 你就勉强的能够维持个平手 不要说赚钱 你要想赚钱 他这个设计的时候 给你设计很多漏洞 他就故意让你钻这些空子 因为你没有办法 他逼凉为伤 第二就是他除了税收 以为他的费很高 各种费税费 那么这样的企业 你就没有办法 这么无以为继 一年下来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写了一条文章 叫民企实痛 写的特别细 你比如说他们的消防 他的消防呢 他现在打着招牌说 消防是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实际上他的标准定的都很高 都很高 这样的话 你有一些企业 你就做不到 做不到他就是这样 他就像那个 像这本鬼子扫荡一样 就是他最近抓得紧了 他就会抓一批 关一批 不一段时间就放松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这些企业呀 反复地受到逼迫 你比如说我们 你也是 有一次新上来一个 消防队的队长吧 新上来就是新官上任吧 他们就是去了以后 把这些所有的娱乐行业全封了 理由就是说 你这个都不合格 所以都给你封了 都给你封了以后呢 那你马上就得想办法解封呀 第二天下午上班 结果那个 他的办公室的楼道里头 占满了各个的餐厅 KTV 叶总会加着钱 加着烟 怎样还等他 我就觉得 像这样的事情很多 像这样 那你钱一给 哎 好 他就开了 你说你的消防措施跟上了吗 他就是这样 就扎钱 一遍一遍 一茬一茬 换一个人就是这样 我们都印象特别深刻 像你看锅炉呀 电梯呀 餐饮啊 没完没了的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 你会跟各个部门 什么卫生防疫站呀 都会过来骚扰 就没完 所以我们做企业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 都是用在 跟各个政府 各个部门的打交道 然后去疏通关系 其实真正有时间 管理企业的 其实并不多 这个是中国企业的 一个基本特点 就是业主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 都用在拉关系上了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企业 就没法无以为继 所以我感觉 民营企业 尤其是那种 小肌铁中小企业 他们特别的 值得关注和同情 最后王瑞琴女士 谈到了中共 整个体制的问题 尤其现在中国 这个体制已经 处败到家 已经烂透了 他们的官员的升迁 都是靠花钱 所以各级 每一级干部 上任以后 就是一个字 就是钱 就是捞钱 他们的行话 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比如说我税务局 我专门从税务局角度 去查你找钱 然后我消防从消防 我环保从环保 所以他每一个员工 上上下下的 每一个就是体制内的人 都想尽办法 从民营企业捞钱 因为他不可能 从国营企业